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成为品牌代言人 得宝纸巾如获珍宝 声量和销量飙升 开门红 得宝得了一个好大的宝 果然拿下王一博就是如获珍宝 官宣后销量倍增 卖到手软 来来来 咱们来聊聊一个大新闻 那就是纸巾界的爱马仕的宝纸巾 它可是个有故事的纸巾 始创于1929年 这可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啊 他们官宣了一个大动作 那就是咱们的王一博 没错 就是酷盖 帅得一笔 你倒一片粉丝的王一博 成为了他们的品牌代言人 哇塞 这可是大新闻啊 你可能会这么说 但是 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得宝纸巾 这可是个有匠心的品牌 他们的纸巾 那可是纸中高大上的存在 每一包都透着一股子 我很贵的气质 而且 他们这次选王一博作代言人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 这可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王一博是谁 那可是当下娱乐圈中 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他的形象 他的气质 那都是顶端的 更是一个上交给国家的男人 这两天的王一博可谓是风光无量 出席奥运资格赛上海开幕式 现唱主题曲《月动上海》 成功带火热度和声量 让人为之自豪 不愧是我们的门面担当 得宝纸巾选择他 这简直就是如获珍宝啊 这不仅能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还能让品牌形象更加年轻化 更加贴近年轻消费者的审美 嘿 你这话说的 那不是废话吗 你可能会这么想 但是 别急 听我继续说 德保纸巾这次的动作 可不仅是为了找个代言人那么简单 他们这是在下一盘大旗 一盘关于品牌扩大市场的大旗 这个作为德国拥有百年历史的品牌 在中国的市场如果要打开 需要一位兼具实力和人气的艺人 而纵观一圈下来 王一博可是不二人选 所以能够拿下王一博 来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让品牌更加年轻化 更加具有竞争力 而且 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代言 这还是一种品牌和代言人之间的深度合作 王一博不但是个代言人 他还是德保纸巾的品牌形象大使 他的形象和气质 将会和德保纸巾的匠心品质相得益彰 哇 这听起来好高大上啊 你可能会这么说 但是 别急 听我接着吹捧 德保纸巾这次的动作 为了自己 他们还想要引导整个行业的年轻化转型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整个纸巾行业都变得更加年轻化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各位摩托大军们 你们看 王一博到底多吃香 商业价值不用我再吹了 一个简单的代言 这是德保纸巾的一次大胆尝试 一次对品牌年轻化转型的大胆尝试 短短一个月 已经有珍维斯 妙可兰多 德保纸巾 随后还有燕之巫 银路相继官宣 阿鸭追风者带来的红利 这才刚刚开始 就是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各位接住了就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